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ANYA 今集又來到自然療法於你 有我們的嘉賓袁醫生在這裡 大家好 我們今集會提及到有一部電影 為何會這麼奇怪 為何會這麼奇怪 就是The King's Speech 王雙無懷疑 其實這部電影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一個儲君 英國查理斯六世 他有一個口吃的問題 其實想知道 他後期被一個澳洲言語治療師 醫治好 我想請教學員醫生 其實會不會自然療法 也有同樣的辦法 或者可以幫助口吃的問題 其實大家相信 很多人提到你出氣 你看看 當一個人有這種困擾的時候 是可以說很辛苦的 是啊 我相信 我記得我自己的家 我小時候也有一點 但慢慢地 他好像是漸漸了 其實成因大家都不太了解 很多人想著 可能有一個小時候 可能經過情緒的衝擊 令到他有這種恐懼 基本上在口吃這個問題 男生比女生多 差不多四對一 我想認識那些口吃的人 成年人也好 小孩子也好 主要是男人 其中一個 你有沒有看過 有本書叫《醜惑的美國人》 那個作者好像叫做 William Ladler 我不是正確認識 是 這個作者原來口吃都很厲害 死也好厲害 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我在美國讀大學的時候 在Gardard College 出門門 我們很多學校 經常邀請這些外來的學者 在我們campus 和同學和學生聊天 我記得 這是一個成人 William Ladler 應該是 他是醜惑的美國人的作者 原來他的口吃都很可愛 有時你做個旁聽的人 你見到一個人在那裡 掙扎掙扎的說話 有時你忍不住笑 是 真慘 總之我有很深的印象 我在香港也認識一個人 這個人也是一個做大生意的人 他也是很嚴重 可以看到 不是每個人 小時候有大過一定沒有 我認識那兩位 大過都很嚴重的問題 當時我認識他之後 我也想想 如果他開聲的話 我會去治療一下他 幾晚有機會去治療他 他都幾十多歲的人 醫生在那裡也不懂得開聲 但你知道我又不好意思 有時你去說這件事的時候 好像會漏生意 我又真的很不照做這件事 結果他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或者想不到原來自己 可以治療 一般人想過 除了言語治療 我相信這些人一定都試過 我看這齣戲裡面 好像King George VI 其實他好像一生都有問題 只不過他經過澳洲的言語治療 在重旁是幫助他 但其實他的問題 是沒有真正跟著的 所以你看回這個故事 《Sixie Minute》也有一點報道 當時有一位小孩 好像百歲左右 也有這個問題 經歷目睹英國皇帝的問題 他印象很深刻 他跟著想寫關於這個故事 當時王太后再生 因為這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 他就叫他在他再生之內 不要出這本書 他不想再回憶 結果他真的 王太后死了三四年前過世 他就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的好似 這個電影是根據這本書 在《Sixie Minute》的報道裡 拍電影的那班人 就去追尋這個言語治療師的家人 結果找到他的孫子 孫子在記憶之中 他爺爺就有很多資料 就丟在《ethic》那裡 在屋上放下 他抄了出來很多資料 原語治療師和英皇陸世 有一個很深切的交往 很多書信來往 好像是做朋友 原本書的原本書都被找到 看到一條條的直鑑 教他如何停止 如何停頓 語句 可以看到一般人 企圖傳統治療方法 用一些放鬆 或是悲哮 或是用深呼吸的方法 大家在電影裡也看到 可以看到 肯定是能幫助他 但他的成效 也無法跟著 不是很徹底可以幫助他 每次他要不斷訓練 每個口語都要訓練 好了 講到同類療法 過去歷史上 一直都有很多 這方面的藍藏經驗 譬如我們在 我們有一本叫做repertory 即是所有正常的字典書 口吃 英文叫做stammering 或是stuttering 我們差不多有 整個百的療劑 即是醫治 曾經醫治或改善過 我們從一百的療劑 通常要視乎症狀 即是半症 你說口吃可以 這個可以 但有一百種 那我如何選擇 如何選擇 看回他的表情 或是症狀 是的 要看回他的 要多一點資料 接著我會有些 仔細的症狀 譬如 如果他有口吃 但也有腹部不適的問題 或者口吃的時候 肚子不舒服 那個療劑是spigeria 這個療劑 如果他口吃的人 若有酵喘 那個療劑是chostic 如果他的口吃 某些症狀 某些症狀 不能動出來 不是所有的 某些症狀 那個療劑 其實是一種 南非的蛇毒 那麼 小療劑的口吃 我們有六七種療劑 例如Beladonna Bobista Costicum Euphrasia Mercury Sulfur Sulfur 硫黄的小療劑 是比較熱性的 有很多皮膚問題 稍後我們在人物字 我會和大家分享 某些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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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個療劑 是Juinconvulsion 就是抽筋 這個症狀 Stramonium 是曼陀羅 當他有療劑 當他很緊張 很興奮 很興奮 時便會口吃 也有四個療劑 Garicus Costicum Digitalis Discom 也有一個療劑 通常你都會看到 他的症狀 是他要很辛苦 很辛苦 才能握個字出來 OK 這個就是Stramonium 如果大家看過電影 你看過 他有的 就是這個症狀 是的 還有Stramonium 這個症狀 Stramonium 感覺上 他好像迷失在一個森林裏 好像在一個恐怖被襲擊的環境 Stramonium 那種境界就是這樣的 通常好像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 被凶襲的時候 很多人在一個凶襲的環境 產生這些焦慮 很恐怖 感情和恐怖 進入這個我叫做 曼陀羅的境界 OK 那你看電影 我一看電影 之後 我猜過療劑 依這個英皇的療劑 應該這個Stramonium 這隻療劑 應該是可以幫得到 一劑就行了 當然我們沒有機會再試到它 Stramonium 是一個主要的 依口吃療劑 有一種口吃是 當你講得快才會口吃 療劑就是Lacainlinum Lacainlinum 是狗的母乳 療劑是由狗奶裡提煉出來 Lacainlinum Lacainlinum 有一個很有趣的症狀 譬如有些人的喉嚨經常痛 而很有趣的症狀 它的症狀是左右左右的變 或者你的鼻塞是左右左右的變 或者你的身體關節的痛症 是左右左右的變 如果我們遇到這樣的症狀 我們便會想到 狗奶 即Lacainlinum 狗奶這個症狀 做出來了 OK 好了 也有些口吃 就是第一個字 很辛苦 接著講下去很暢順 OK 這個症狀是Spigeria 也有一個症狀 第一個症狀是很正常的 接著就聯繫了 這個症狀是Secuta 有一種口吃 在句子裡面 後來的字就是口吃 這個療劑是Lycopodium OK 所以很視乎我們當時的症狀 也有一個症狀 它口吃得來 它的發音是很大聲的 每個字都要很大聲的 這個症狀的人 就是Hyalcyamist Hyalcyamist 療劑是這樣的 另一個症狀是 又快又口吃 水銀 水銀型的症狀有這個 有一個症狀是 它的症狀都會摺下來 Roll over Tumbling over 即是大家混在一起 摺在一起 那種這樣的口吃 療劑是Hypersoft 還有療劑是 性行為之後就口吃 很奇怪 那麼特別 真的慘 在同類療法 既然有100種療劑 怎樣選擇呢 通常我企圖 去問症狀的時候 找一些很特別的症狀 總之100種療法 要選擇一些特別的症狀 可以選擇出來的 如果你這樣說 我口吃就這樣死了 我都不知道怎樣找 很難找的 選擇100種療法 慢慢撞 一段時間撞 我們希望找到 多一些資料 可以做出來的 好了 譬如有一個症狀 單字沒有問題 單字 就能說出來的 這個症狀是Euphrasia Euphrasia 其實對眼部症狀的問題 很有幫助的 例如一個人 是有眼疾的問題 整眼睛 經常發現很多敏感 紅 而他也發現 他的口吃是單字的口吃 他便會用 Euphrasia 這個症狀 好了 有些時候 那些人的口吃 是遇到陌生人面前 當然了 很多人 例如要公開演講 都是面前 一大堆陌生人 這個症狀 是Digitalis Service Agri 有些口吃 平時突然之間有 療劑是Magnia Sincarbonicum 也有一個療劑 當你出牙齒的時候 口吃 療劑是Stragmonia 即是剛才所說的Stragmonia 幼童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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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牙齒的時候發現有口吃 他有問題 他在出牙齒 但那段時間 無緣無故 他有口吃 療劑是曼陀羅 也有時候 因為斑診 Tai-Foi Tai-Foi Fever 有幾種療劑 Agaricus Argentin-Nitricum Arsinicum Legasus Lagobodium Varachium 這些全部是幫助的 好了 總的療劑 就是當你生氣的時候 就口吃 療劑是Dacousticum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其實有五種主要療劑 是口吃的 其中 Stragmonium 我覺得皇帝所需要的療劑是Stragmonium 是 因為Stragmonium 那種驚慌的狀態 以及要掙扎得很長時間 他才能說到第一個字 這個是Stragmonium case 譬如因為發高燒之後 燒到腦瘟瘟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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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必一定是壞腦 那個個個案是 或者他真的腦磨炎 他真的腦磨炎 導致他的腦袋壞了 不是因為發燒 當然腦磨炎也會有發燒 但腦磨炎的燒未必一定高 大家要了解 有些人經常怕發燒發燒 我有這個誤解 很多人以為燒越高 病情越嚴重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在網台 有一集叫做發燒是有是敵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多些 最近的研究 科學研究對發燒的真相 大家可以下載過來聽 Beradonna 是一個小小的 通常是跟發燒有少許關係 也有很多惡夢 有另一種 Corsicum Corsicum的症狀 因為喉嚨的肌肉是癱瘓 Paralysis 這種症狀 可以用Corsicum 另一種是水銀 水銀中毒是嘘嘘來的 你知道水銀是Jittery 他走路不穩定 又出汗 口氣重 尼胎就脹了 這個也是主要的口吃的療劑 接著就是Nuxvormica Nuxvormica 通常都是一種刺激性 就是比較緊張 很aggressive的人 現代很多人 是aggressive的工作 野心大 喝酒、吃煙 這種型的Nuxvormica 將來我的人物 我會再跟你們 每一個詳細介紹 好的 即是說 在我們的經驗 同學療法 這麼多年 二百幾十年的經驗 聚集下來 其實有一百幾隻療劑 都可以幫助口吃 其中有五隻 是比較常用的 我覺得 我們這齣戲 King George VI 其實他的療劑 應該是Stramonium 如果我有機會 如果大家認識一些朋友 遇到這些情況 或者困擾他們很久 其實可以嘗試一下 用痛療法 明白 有機會可以改善 或者治好他們 多謝袁醫生的分享 另外 袁醫生 我們又收到一位 聽眾朋友的問題 或者我講一講解 大概情況是怎樣 這位聽眾朋友 叫Vivian 他問孕婦早期或者後期 其實是否都可以用自然療法去醫治 其實他的背景是這樣的 他說 他是有幾種長期病的患者 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 他已經有大腸發炎 也有在他病發的時候 他會產生肚瀉 這些症狀 在四年前 他第一胎就有寶寶 第一次有寶寶 開始也有另一種病 叫做甲抗 醫生診斷了之後 hyperviral 是的 其實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到了四年前 那次懷孕的時候 第十三個星期 他就小產了 很不幸地 到今時今日 四年後的今天 他也有同樣的問題 想請教完醫生 因為他現在剛好 亦是懷孕了十三個星期的寶寶 而且 這兩種病 似乎是有復發的跡象 那就是關於大腸炎 和甲抗這兩種病 其實他中西醫都試勻了 也不是很大的幫助 還有這位聽眾朋友 原來他不是香港的 他也想請教兩件事 一樣就是 袁醫生究竟 其實治療法 可不可以幫到他 或者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在外地 不在香港的時候 怎樣去分辨 或者找到好的治療法醫生呢 其實治療醫療之所以復興 一個最主要原因就是 治療醫療的工具 比現時的對抗性醫療 安全很多很多的 我們在我們節目之前都分享過 今時今日在美國 第一大殺手 然後就是西藥 西醫所做的工具 所以很多人 會在懷孕的時候 刻意去找治療法的方法 主要原因是安全 對 知道是安全 有沒有效呢 大家試過 你會知道 所以在他的個案 我們在過去 都醫了很多這些 所謂的 例如hyperfiroid 甲礦 你說是否因為甲礦 令到他流產 就未必 因為今時今日 流產是很普遍的 我記得曾經有個研究 有個研究 一般女性 在一生之內 流產過四次 那麼厲害 我也覺得 這個數據 怎麼得到 比我想像中多 但是 在第一個 就是一個Trimessa流產 是很普遍的事情 未必跟甲礦 我也不知道 他當時用什麼方法 醫甲礦 當然西醫甲礦 有些用的藥是很毒的 是 好了 他的腸炎那些 簡單來說 就是Irrritable bowel 就是腸敏感 有他所說的症狀 嚴重點就是Colitis 這類的 更嚴重點就是Colitis 更嚴重點就是Colitis 這些更嚴重 這些更嚴重出賣血 其實所有這些病 就算一般人的所遇到的 文明地方生活的病 其實完全都可以用自然醫療 醫療得更加好 更加快 更加安全 唯一一件事 自然醫療的西醫 可以做得比較好些 就是創傷性 譬如斷骨 你撥薄它 流血不止 燒到爛了 那時候需要一些急救 或者手術的方法 不是自然醫療沒有 例如早期的同學療法醫生 在美國早期的同學療法醫生 很多是修准來的 是 自己的外科手術醫生 只不過他就不用當時的西藥 又用那些同學療法的藥 去處理很多所謂 開刀的症狀 或者開刀的之前 或者之後 或者可以用 用同學療法 可以醫好了 避免開刀 其實早期 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很多書都是修准自己寫出來的 那就是說 我們根本是有很多好的方法 可以處理大部分人的病 可以說百分之九十的病 我覺得自然醫療應該是首選的 但是很可惜 大部分人有問題 都習慣了 因為我們的制度關係 很多人對自然醫療認識又少 整個制度都是偏袒西醫 所以你去醫院看 大部分都是西醫的 都不會有自然醫療 和同學療法的服務給你們 或者不懂 所以變得導致 現在全世界都文明各 依賴西醫的全醫療破產 這是一個通常見到的現象 主要原因 我以前有幾集分析都很清楚給你們聽 因為這種方法 對大部分病是根治不到的 而這種病毒會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很多孕婦 很多時候在懷孕期間 都會用自然醫療的方法 所以剛才這位聽眾的問題 可以說自然醫療絕對可以幫到她 她的症狀在我們過去也有很多 因為我們不知道她在什麼國家 我們很難解釋給你們 怎樣去找 整體來說 簡單來說 自然同學療法 可以說 全世界來說 最多人用的 百分之百十人所採用的方法 就叫自然醫療的方法 是什麼自然醫療 其實中醫屬於自然醫療 印度醫療屬於自然醫療 西藏醫療屬於自然醫療 其實很多國家的人 所謂民族的醫療 其實屬於自然醫療 所以整體的人數來說 地球上六十億人 其實百分之八十都是用自然醫療 傳統醫療 第二就是對抗性醫療 俗稱流行的西醫 所謂叫院代醫療 第三多人用的 就是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在某程度上 都屬於自然醫療 同類療法 大概 在外國的估計 屬於第三大醫療 全世界有五億人口用的 有七十五個國家 有政府認可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視乎這位聽眾居住在什麼地方 如果他居住在中國大陸 我想基本上 你找到機會很少 我不認識有些 在內地的 有真正合資格的 在一個醫生資格的 自然療法醫生 我想內地不會多 就算有的 可能都是幾位最多 但是你在加拿大 美國 有政府認可註冊的 即政府 register的 license 的 自然療法醫生 大部分的省都有 美國有很多州都有 但有些州 雖然沒有政府認可註冊 都不會犯法 你都可以做 你都可以自己去行醫 但未必有一個正式的牌照給你們 好了 那你說怎樣去衡量呢 如果你在北美洲 起碼你要找一些 真真正正在合規格的 認可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在外國讀自然療法 基本上要四年的時間 就差不多課程 成四千小時 多過一般的醫學西醫醫學院 通常你才讀完大學 你才可以去報考 所以 畢業出來的自然療法醫生 基本上 都不會太差 好了 但是同路療法 在北美洲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都有教授 但是 亦都成為一個專科 很多時候 當你畢業之後 你可以再去深掃 讀同路療法 通常兩三年的時間 你成為一個專科 即是這方面的研究 在美國 譬如加拿大 多倫多 Qubeck 這些大城市 我相信 你查黃業 你都查到的 under homeopath 或是under naturopath 即是自然療法醫生 你都可以找到這方面的合合資格的醫生 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 他怎樣知道 即是誰好不好 我覺得 除了上述的方法 如果政府是有牌照的 那當然是正式的有牌照 那不是說沒有牌照不好 我也認識有些人 有他獨特的醫術 但只不過在建制方面 就沒有了一個地位給他 其實中國大陸有很多 這些民間的醫生 他們是有他的醫師很厲害的 但當然未必很全面 但某些方面 可能是家傳的地方 很專門 很可惜 在現在的中國環境 民間的醫生 都慢慢被淘汰了 在那本書《醫痕天下》 大家如果有機會看到這本書 他都有聚述 即是解釋現在的大陸醫療界的問題 是哪一本書 好了 所以 在他現在的情況 我肯定自然醫療 絕對是有幫助 以及很適合 是在人婦懷孕期間使用的 因為治療醫療的方法很足夠安全 如果你在美國 即是美國有個機構 叫做《National Center for Homeopathy》 它每年很多開班 即是 throughout the year 都有很多這些課程 給一些醫生 或者給一些普通人去學 通常他會有個《registry》 即是哪些畢業的學生 有些醫生在哪裏掛牌 不妨可以去問一下 在英國有一個叫《Society of Homeopathy》 這個不是西醫的流程 西醫有西醫的流程 現在在英國大概有幾百個西醫 是學過同一個療法 是做同一個療法 在英國也有五個醫院 是有同一對療法的服務 其中是Glasgow那間 是應該比較最好的 是 我認識了兩位醫生在那裏掛牌 在英國在Glasgow Homeopathy Hospital 裏掛牌 當然要去找找 有時候你去那些地方的健康店裏 也有時候有些practitioner 那些卡片在那裏掛牌 也可以去問那裏 那些人介紹一下 我覺得你真的去找 我覺得是找得到的 因為現在自然醫療在全世界復興都很厲害 那自然醫療可以說是第一大醫療 一般人雖然在西方國家 在香港的人不太認識 但其實是第一大醫療是最多人用的 嗯 多謝袁醫生很豐富的資料 希望可以幫到Vivian這位聽眾朋友 另外袁醫生 我們也有另外一位聽眾朋友的提問 我大概說一說這位張生的情況 她說她本身47歲的 在去年10月的時候 在街無故暈倒 其實這三年 原來她都經常無故在街上暈倒 因此而撞傷了後腦 頭骨爆裂 腦內又出血 在醫院治療期間 醫生就證實 她患上了神經腺萎縮 受傷之後 她也挺慘 需要用拐掌去行走 平衡力又差了 而先前有的病徵 進一步又再轉差了 例如她有尿急的情況 尿頻 失禁 尿床 便秘 體位性的低血壓 手腳有冰凍 而且經常感覺到很暈 偶爾的情況下 聽到袁醫生的節目 聽到其中有一集提及到 蘇聯科技的神經系統協調器 便可以調教治療治療的神經系統 看看她想請教袁醫生是否可以治療這種病 另外同類療法 又可否對她這種病有幫助呢 因為她的病正正是腹膠感神經出了問題 不能夠自動去調節內在器官的運作 很想袁醫生給她一些意見 這位張先生 是的 你可以看到 這一類的情況 如果我們是病人 我通常會用幾方面去做 剛才提及蘇聯太空科技 這個神經系統協調器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非常之特別 和效果非常之結出的一種電子治療器 而且在痛症方面非常之好 原來這個儀器 早期蘇聯太空柱 設計是讓太空人在太空漫游的時候 如果有健康出現問題 有沒有辦法可以用一些不用用食藥的方法 不要用西藥 就算草藥也好 盡量不要用藥的方法治療病 為何要考慮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 在太空上的水源很缺乏 基本上如果他們要準備 萬一在太空上要逗留一段長時間 基本上他們要把所有水源循環作用 包括太空人的尿液 不會放在一邊 當然現在短時間 可能足夠水帶上去 但長遠來說他們都可以想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用用藥物 為什麼呢 因為用了藥物之後 尿液裏面一定有藥物的新陳代謝物質 對 沒錯 畢竟你要處理 要清潔這些新陳代謝物質 可能會比較困難 所以他們要考慮一下 如果我能夠有純物理的方法治療病 治療病 效果會最好 那麼多年來 他們的想法是大概從七年代開始 到了九年代 其實他們已經成功設計了 製造了一種電子儀器 基本上這個儀器 就是不斷跟我們的神經系統 包括自律神經系統 交感神經庫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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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的作用是調理它 為什麼醫病的效果這麼好呢 因為其實我們的神經系統 治療神經系統 控制我們心肝肺腎 其實所有荷爾蒙的分泌 免疫能力 其實都受控於這個治療神經系統 如果這個治療神經系統 運作功能是正常的 你就健康的 當你的治療神經系統 調理能力差了 你就出現問題了 就出現病徵了 這個儀器 其實可以用電子的方法 在這位病者 是相向性的 是相向性的 是不斷地調教治療神經系統 調教了之後 其實很多病 是因此而慢慢會好得上的 他們的臨床上 有80%多的成功率 即是說什麼病 你想到都可以 當然 整個過程 都在講治療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不是普通幾分鐘做一下 其實不斷地用這個 一個電子的方法 在這位病者 我肯定會用這個工具 但我覺得 我不會只是單靠這個工具 因為始終能夠幫助 這個症狀的工具很多 我過去也有這類的症狀 即是跟神經系統有關 比如Multiple Sclerosis 或者Mysphenic Gravis 總症肌無力 這些跟神經系統破壞有關 在同位療法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這一類同神經系統的療劑很多 因為很多症狀 都是符合這種病徵的 所以我們會用這些同位療法的工具 很明顯 神經系統也有很多營養素 可以幫助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會用的工具 起碼三樣東西 我會用同位療法 我會用神經系統協調器 以及營養素 這三個工具 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夠說 一定可以跟著它 我深信 你有這些工具幫助你 肯定比你現在的情況更好 現在他可能用的藥 可能用得很重 譬如我最後用了interferon 還有干擾素 這個症狀就會壓得很徹底 其實我們會很難入手 一般來說 希望他不會用很重的藥 我們會用剛才我所 起碼這三個工具 當然我們也會 如果看身體毒素的症狀 會很嚴重 我們可能會用洗腸 抵質水療 淋巴推動 以及包括光式的治療 其實我們有很多方便 可以幫助他 永遠都是 如果病者沒有用西藥 抵質水療的症狀 會比較容易 容易很多 因為始終有些藥 譬如Cortisone 在西醫來說 有三大類的藥 Cortical Steroid 用ACTH Adrenal 腎上腺的荷尔蒙 以及interferon 干擾素 在西醫通常用這些藥 但這三類的藥 附作藥很多 也很嚴重 對病情 可以這樣說 禁止病症 就不會真正調理 我們會用很多營養素 簡單來說 有些人會用低脂肪 減低脂肪 甚至是 Vegan 連牛肉 雞蛋都不吃 煙酒 要全割 Supplement方面 有時候會用 Colcutane Evening Spring Rose Oil 或者阿麻子油 維他命B 維他命A 其實工具有很多 包括運動 所以 在我們的藍床上 我們會用很多 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譬如同一個療法 我曾經說了 要視乎症狀 或者我給我 給我一點點例子 好啊 譬如我遇到 這一類神經系統的症狀 有一種療劑 叫做Agericus Agericus Agericus 其中一種有毒性的蘑菇 是 那這種有毒性的蘑菇 當然 如果一個人吃了蘑菇中毒 會有什麼症狀呢 在這種Agericus Mascara 這個有毒的蘑菇裡面 就不是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 是一種食物來的 又是Agericus 然後Blasiar Muriel 跟現在所説的蘑菇 是Agericus Agericus Mascara 不同的 Agericus Mascara 是一種有毒的 而吃了毒菇之後 那個症狀 會失去平衡 噢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症状,我们会考虑用Agaricus Mascara这个症状 另外有次是Alumina,Alumina是一个铝,叫做氧化铝,Alumina Oxide 这个铝的中毒症状,她感觉上她的腿很重,好像圆地坠着她 很难据捕,她觉得肝门就好像痰瘡了,便秘得很严重 因为肝门痰瘡了,没有力气,下肢很软弱,完全没有力气 这种人的感觉上,神经的感应很差,用针针刺一下,反应得很慢 这就是Alumina,这个是Alumina 还有一个疗疗疗,就是Argentin Nitricum Argentin Nitricum的重心,她觉得它的合格很差 很多动作,怯调 人们很紧张,情绪状态很判断 而且很紧张,很惊慌,Argentin Nitricum的正形 有一个疗疗疗,就是Sani-Ign Sani-Ign的感觉,如果我看到她,她身体经常觉得有些好痒 很烧烧的感觉 我便想用Sani-Ign这种感觉 另外一种是Costicum Costicum,其实是一种歐性腋 是Protessium Potage 是,是,是 是,是,是,一种有腐蝕性的,一种,一种 Mineral Cocicum 的症狀是慢慢来的 它的痰痪是慢慢来的 而且它的感觉是麻木的 尤其是膀胱是失控了 我刚才看到有些症狀 即是它的湿近 可能有一个Cocicum 的症狀是慢慢来的 你看读者来讯问的问题 它说过去三年来慢慢来的 所以很大机会Cocicum 对它有帮助 另一个疗症狀叫Cocculus Cocculus 这个疗症狀很多时候 適用这些人是一个Jetlet 即是可能去Travel 之后 回到来之后 人就好像换得不好了 中文是木房纪 是Coccal 是木房纪 这种是有少少毒性的草本植物 这个症狀就是 他当时看到一些动物的东西 他觉得很坏 是 同时 他的视力的协调 较差 这个也是一个 有这种症狀 可以适用的 好了 还有一个我过去用过的 即是处理这类问题 就是Jocemium Jocemium的主要症狀 我叫Trempling Weakness 那些人很软弱 软弱得是震震惊惊惊的 即是一种震到发不到力 这种软弱的状态 这种软弱的状态 一种震震又软弱弱的状态 面部有麻痹 舌头有麻痹 手有麻痹 还有眼睛有相影的 还有眼睛觉得很重的 眼睛很重的 还有眼睛有这些眼球的跳动 这个是Jocemium的状态 那我回看情况 这位听众 他所说的状态 有机会 Costicum 或者Jocemium 应该帮得到他 另外一个就是Netmirror 我过去处理这种症狀 Netmirror是一个常用的 Netmirror我用的时候 都是似乎 那个人整体的状态 比较沉默一点 怕丑一点 喜欢吃咸东西的人 这个是MS Multiple Sclerosis 我过去用的 多数是Netmirror是可以治疗他们的 是 那将来都看到 在同一疗疗法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的方法 是 很多疗剂 种种能够对症下药 加上营养素 加上小灵症 我觉得他的案例 应该是会处理得更加好的 嗯 绝对会有帮助 那好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那希望都帮到张先生 这位听众朋友 那我们稍后再回来 多谢你先袁医生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 网均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大家又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医生 我知道今集 这个节目会讲人物治 不知道大概讲什么呢 好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一个叫蓋型的人 同外疗法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强调 我们医病往往是医那个人 就不是医病 或者病名 或者病症 在同外疗法 因为我们在过去二百多十年历史里面 都在研究疗剂方面 都是很全面性的 我们都探讨到 譬如有些疗剂的人 有一种特别的人物的性格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是一种叫做鈣型的人 大家要了解鈣型的人 就要了解鈣这个疗剂的来源 就是一些蚝殼的蚝殼 那些蚝殼里面刮出来的鈣 那蚝殼里面刮出来的鈣 成分是什么呢 是碳酸鈣 碳酸鈣就是Calcium Carbonic 所以在同外疗法 这个叫做Calculia Carbonicum 是拉丁名 其实是Calcium Carbonate 主要成分是一种炭酸鈣 那大家想想一下蚝殼是什么样 蚝殼里面的蚝肉是否这样包住它 是的 蚝殼是否濕濕濕濕濕的 是 没错 白白正正的 濕濕濕濕濕的 白白正正的 而且基本上蚝殼的动作应该是慢的 是的 慢吞吞的 所以我们去认识盖型的人 你也知道这些人是慢的 他的脑子不是很快手的 是 但他慢得来 他做事是有一个很有系统 嗯 一步一步 按照 按照 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方法去做事 没错 像一队军队那样 进军一个城市 嗯 那么濕濕的人 就会有很有系统 他先去攻占城市的外围 跟着呢 就可能是拿到他的电邮站 是 输送电邮站 嗯 跟着呢 他的店铺一间一间这样来 那就是 蚝殼的人 濕濕的人 他做事是很有分寸 很有计划的 所有事情都需要 是要很有计划地去进行 嗯 那为什么他有这种这样的行为呢 原来呢 他在内在里面 他们的感觉是很慢的 OK 他们的感觉自己做事是慢的 嗯 但是他慢得来 这种感觉令到他 他是很 责任心很强的 嗯 因为他责任心很强 他经常都怕着 就会 迟到 或者做不及 是 所以他做事呢 永远的心态都说 我要快快手手去做 啊 就是 总之不要堕后 是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里面呢 里面真的觉得他人是 是不快的 是 自己知道 那这种型的人呢 通常就是 会 很劲力做事 嗯 甚至乎呢 他是做事做事呢 做到自己的身体是崩溃的 嗯 那你看到小孩 是吧 小孩的成长期间 是吧 是的 很多时候呢 你见到小孩 你叫他的时候呢 嘿 小孩 那样 那他可能呢 就看你这样 是 是 是 那他们通常呢 他们不是急急忙忙 是 不是很理想的 那这个 概然的人呢 那小孩呢 通常呢 他什么都迟一点 譬如你发现 有些小孩 学行是慢一点的 嗯 和学说话也是比较慢一点的 是 那你总是觉得他呢 就好像呢 他成长是比较慢一点的 嗯 就是有些小孩 会是这样的 嗯 那他自己觉得 哎呀我自己 我真的不 我做事慢吞吞 所以说呢 我要读书呢 就要读得 要勤力很多的 发达你的时间 很可能有些人呢 两三个钟头读完的东西呢 概然的人呢 可能要六个钟头才读完的 嗯 那好了 虽然他们是慢的 但这些人呢 其实呢 自信心都不错的 是 他通常都是比较有自信心的人 嗯 那虽然是这样的 好了 那他们都不希望那些东西呢 就是堆積得太辛苦 堆積得太厉厉 如果堆積得太厉厉 如果堆積得太厉厉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能会很容易崩溃 是 那之后呢 柯形人的出现病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都是因为呢 那些东西太多 工作太多 要担心的太多呢 他开始呢 就出现健康上的问题 明白 那好了 那所以他通常呢 柯形人的压力呢 都是因为太多事情太多做 那最后呢 最后呢 他们呢 就原来就是 可以说呢 就原来就是 發瘋了 是 不知怎样做 那说乎呢 他可能会睡不着 有很多恐惧 很多焦虑 这种情形 那他们会担心什么呢 担心将来 担心够不够钱用 担心经济的状态 担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 那这样呢 就是可以 柯形的人呢 是很多恐惧的 很多优雷 他通常呢 怕呢 有些坏事可能会发生 他怕着呢 很多灾难会发生 那这些这样的灾难 这些这样的恐惧呢 就会把他那个 很有秩序的生活方式 就会受到冲击 嗯 但是呢 因为这些是 做事很棒的 而且很努力的 所以呢 如果你请人帮你手 请伙计 如果你能够找到柯形的人 就最適合了 因为呢 他们做事通常是整整有条 很有系统性的 嗯 很有组织力 能力比较强的 嗯 所以呢 柯形的人呢 最好呢 就是做事的能力非常之好 OK 那柯形的人呢 在那个人际关系会怎样呢 那基本上呢 柯形的人呢 因我刚才所说呢 他们基本上呢 是很负责任的人 是的 所以呢 在家里面呢 他们很顾家的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呢 都是在围绕家庭方面的 嗯 那也都是呢 他会担心呢 家人会怎样呢 是吧 譬如家里面有些什么 需要去维修啊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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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呢 比较上呢 可以说呢 是一个好人来的 嗯 和呢 是比较上呢 和呢 是很随和的 直至到呢 有些事情发生了 他们呢 就可能那个压力太大了 是的 那在人际关系呢 因为他太多事情做呢 他很多时候呢 他在那个 就是感情方面 那样 那个男女关系呢 可能比较上慢一点 嗯 为什么呢 他太多事情做 嗯 他们根本没什么时间 就算你和他看电影也好 他坐在电影里面 他就不在那里欣赏出气 是 他脑海中呢 就想一下 哎呀 我还有什么没做呢 有什么做呢 他怎么做呢 哎呀 我要读功 我的功课还没做好呢 是 我还有一张图片未看 我还要写些什么 所以他脑海中呢 会经常这么想的 因为家庭转护呢 在你和他看电影 在电影里面 他就想一下 哎呀 我的衣服还没洗 原来我有一些屋 原来有很多碗碟碟 还没清洁 那个宅宅有些什么 他们不会享受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通常的脑海中 会员都是 都是冷静的 就算他们在那里 享受性格也好 他都是想起这些 所以与盈的人 就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工作工作 是工作工作 不是说工作狂 只不过 他是希望那些东西 不要堆積到他 他应付不了 他很喜欢看着 所有的东西 嗯 这是一种比较上 这是一个基本的 比较健康的疗剂 是 如果一个小孩 很多时候 我们小孩很适合用 因为小孩在成长过程里面 是需要盖的 所以百分之五十 或者以上的小孩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用盖 去处理这种症状 是 甚至乎 在我过去经验里面 我们处理很多 所谓自闭症的小孩 我们发现盖的疗剂 很多时候都很好 对它来说 很大帮助 如果一个成年人 也是盖型的人 可以简单来说 这些人基本上 体质是非常之好的 体质是强健的 表面来看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 然后靠型的蚝 是否白白 柔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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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靠型的宝� 通常的宝� 是胖白白 摸进去 有一个渴 有时候出汗 会比较酸 这些人 通常我们形容叫做 flabby 即是泡的 摸在身体里 你拿着它们的肌肉 也有没有什么肌肉 是比较泡一点 如果他们有病 很多时候 初思考病很容易喉咙通 或是变图线发现 但基本上他们是很健康的 面株红红润润 如果是老年概念的人 通常都是很努力工作 可能住在山上 经常在做愚异、种种 他们通常喜欢自己独立 自己自吸自足 还有过一些自然的生活方式 back to nature 这类人 他们可以抵受很多 可能到60岁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有问题 通常他们来诊所 通常是关节炎 为什么关节炎呢? 因为工作得太牢碌 太多牢损 开始是关节炎 这些人的人老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他们扔下老人院 因为如果他们无所事事 他们会很快死的 通常他们需要有些东西 来保持他们的工作 让他们一直有些东西想 如果他们真的无可事事 他们很快很快 会衰退得很厉害 那些人就算病得很厉害 可能出现感冒 没有精神也好 但仍然希望把环境 执得有条有理 很多时候他们的病 通常你问他的背景 通常他是一个很努力做事的人 做到身体 就是疲劳过度而出现问题 关节出现问题 腰背痛出现问题 通常他们有很多恐惧 他们最怕最怕的事 将来因为身体差 是做不到事 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的地方 有时他们说 他病了 关节炎 做不到事 有时说年纪大了 便休息一下 他们不是的 不想 他们最怕的是 哎呀不行了 我将来又要靠我子女 我会连累他们 我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 这些盖型的心态 通常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这些人很难熬 有什么病 都是自己搞定的 亦很少看医生 直到他们真的严重 心脏问题 关节问题 他们才开始需要去看医生 这些人除了一些 我曾经所说 有很多忧虑 常常担心将来 担心没有钱 担心我们所谓的 将来的安全 安全 安全 这方面 很多时候这些人 有畏高症 很畏高症 如果去高楼大厦 他们是很不舒服的 当然很多过山清 你都不用与他们 不用 为什么他们畏高呢 基本上 他们的感觉 在高空的地方 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环境 他们需要控制这个环境 要不然 他们就没有安全感 情愿不耍 亦都需要一个 好像一个豪壳 一个很硬的壳壳 去保护他们 所以这个嬸仔 很多时候 你问他 怕什么 很怕黑 很怕 很怕 压屋 很怕那些人戴面具 很多时候 他们会发梦 发恶梦 发梦 发到鬼怪的 对将来的事情 很多事情 他都很害怕 因为这些人 需要自己控制 所以 如果他跟人搭车 他就很厉害 是坐人车的 他坐人车 觉得没有安全 因为 控制权 不在他手上 车在人手上 所以他在车里 很容易觉得 很不舒服 温船浪 很不安 所以这些人 喜欢自己开车 自己控制 因为他要控制 要控制 所有事情 都要有系统去做 你不要打乱他病 即使病患 把他做完之后 搞乱他之后 他更差 所以这些人 通常是 慢得来 是很有条理 慢得来 很有条理 钙盈的应用方面 当然有急症慢症 当他身体开始 初步开始出现问题 可能都是觉得 人们累了 喉嚨好像 刚刚哼哼 好像很确 这些人 早期健康的时候 是比较怕热的 但当他进入发病的时候 开始怕冷 开始喉嚨痛 还有血循环比较差 可能手脚比较冷 也容易出汗 他出汗 小朋友出汗 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三文仔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睡觉的时候出汗 整个枕头都失去 是啊 整个枕头都很容易湿 有时候 问他们的汗 是有点酸酸的味 好了 在饮食方面 柯形的三文仔 很多时候是中食鸡蛋 尤其是山熟蛋 茶叶蛋 他这些是比较喜欢的 当然除了蛋 甜食 咸咸咸 他都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问病人的喜好 很多时候大人都很喜欢吃鸡蛋 看回他们的人 是肥肥白白 白白正正 大大大 但摸上肌肉 是泡泡的时候 通常他们属于柯形的人 也都会喜欢吃雪糕 比如乳类的食物 这些食物 他会觉得饱 不然他就觉得不饱 很多时候失眠的时候 都是因为晚上发恶梦 出现失眠 好了 柯形的人 如果到尾期的症状 精神上开始觉得混淆 混乱 他们经常都很害怕 我是不是在发疯 他会很惊慌 我记得我有个病人 是在加拿大行医的时候 他自己是一位女兽医 他刚刚生了10元仔 在餵奶 他来我 他当时说 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 我怕我会失控 是杀了我的婴儿 他当时的恐慌是这样 很厉害 一般人可以说 产后抑郁症 这个阵型符合这些 结果我拿到他的案子 我看回原来他是硬型的人 我鼻子盖给他之后 他这个症状马上就好了 马上非常开心 这位医生 最后也成为同学疗法医生 他本身是一个女兽医 最后慢慢转行 去学习自然医疗 同学疗法医生 非常好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很想知道一些东西 新闻仔很好奇 他很多时候 什么都想去搞一下 什么都想去尝试 虽然他们都慢慢来 他们不会说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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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th 但他们看到的事 他都想什么都自己去做 很多时候 他们急不待急 比如看到有人在做出来 做得不好 他们就忍不住 哎呀 跑去帮忙 跑去 跑去我就說 我帮你做吧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怪不怪习轮程 我帮他做吧 很多时候阔炎的人有这样的倾向 因为他们很独立 可以说是survival oriented 他们生存的能力是很强的 通常阔炎的人比较健康 你见到这些人都是很继续的、很熬的 他们早期的病 通常喉咙痛、扁桃腺发炎、手脚冰冻、关节炎 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见到 很多时候我发现三文仔 好像成长比较慢、学习比较慢 我们通常都会考虑阔炎尿剂 虽然阔炎尿剂最典型的BB是阔炎 肥肥白白、有少少汗 看上去是酸酸的、缩缩的 这种三文仔通常是阔炎的 可以说五分之五十以上的小孩 通常都是阔炎的 尤其是三文仔出牙仔的时候 出得一样的 或者成长方面的任何成长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都发现阔炎是很帮助他们 是 小孩叫他看电影 他就很怕看那些恐怖片 因为他觉得他控制不了 是 恐怖的恐怖片 他觉得很无助、很无奈 不敢看 所以他们就不喜欢看恐怖片 看到他们会哭 或者他不喜欢看那些大人 很怕电视的新闻 因为新闻通常是说一些不好的 他听到一些不好的新闻 他会很深吹 是很影响他们的 如果听到这些东西 可能整天都玩完了 完全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 如果出现整体性、体质性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钙是一个很好的尿剂 是 有些小孩在我处理的经验里面 我试过有个小孩 他那个是小肠气 通常肚瓷的小肠气 我过去几宗都是用钙型尿剂去处理 是 最严重的小肠气 那整个肚子是打开了的 他不是只是肚瓷空了 他整个肚子是腹部打开了的 是 那当时这个病人来到我诊所 他妈妈说 他再等他大一点 那医生想着帮我开刀 就是想着整个肚瓷都打开的时候 有什么办法呢 他想着唯有开刀 是 结果我就用Coin这个尿剂 在几个月之内 看到他的腹部一直一直收 在我的经验 临床经验 那些肚瓷的小肠气 很多时候是靠这个尿剂 就能够搞定了 有帮助 也有很多时候 那些病人 可能打针后就出现问题了 譬如我们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 都是因为打针后出现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况 那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看回体型 都是符合靠型 即是胖胖胖胖 泡泡的身体 做事是慢吞吞的 比较慢一点 而且是很怕事 很怕青 比较小胖的 我通常都会考虑 用钙型这个尿剂给他的 成年人里面 譬如有些人很容易抽筋 当然抽筋其中一个可能性 因为钙的问题 我们都会考虑用钙的 有些脚部抽筋 肾后有些时候 可以换成是 他的肾脾气 因为脚部脚部很痛 膝壳下肌膀部的很痛 这种情况 通常都是钙型的症状 钙型的肾后 很多时候都会有便秘 钙型肾后的便秘 是怎样便秘呢 这些肾后的大便很大 很难出的 很多时候 他就会嗨来嗨去都不出 但虽然他便秘得来 他又不稳疹 你知道有些人便秘周身不舒服,哭哭乱乱的那种感觉 那丐型的小孩便秘得来,他都很开心 好像没什么所谓的 你问他多久没有安排? 他说是5-6天,那怎么样?没什么的 好像没什么事发生过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也考虑他可能是一个丐型的小孩 很多时候丐型的病例 可能有些小孩在小时候曾经营养不良 亦是一个病因,曾经成长过程中 可能在家里贫穷,连饮食和食物方面都不足够 他可能是有抗认的 很多年轻人都是抗认的小孩,比较习惯的 很有责任感 除了上学后,回到家就很帮助家务 这些人通常可能会 overwork themselves 我记得很多时候,他做到自己的病 这些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有个丐型的小孩 也很多时候,丐型的人,有些孕婦 生了小孩之后出现病 很多时候,丐型的人,往往有这样的 丐型的人的病,通常是做出来的 因为辛苦,苦苦,责任心很重 很多事情都背在身上,不能放下 去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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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身体就出现问题 这个基本上,丐型这方面的心境 那个情绪状态呢,是属于这个的 要了解丐型,简单来说 他人是比较上,外型是白白痴痴的 肥肥白痴的 容易出汗啊,汗是酸酸的 摸下去是泡泡的 而且你和他谈谈 你发现他这个人很努力 做事很薄 责任心很重很重 这个基本上 概应人的情绪 心理的状态 好 多谢袁医生 在人物指这方面的分享 今集很多谢袁医生 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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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以及碗塵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 healing.com.h